斗罗大陆 难怪弗兰德能当校长 看到他的地基魂环 那你傻眼了 斗罗大陆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 上映了一年的时间 这部作品的播放量 就已经超过了66亿 这个成绩非常的出色 就连已经连载很多年的优秀国漫 也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可谓是一部顶尖的国漫作品呢 斗罗大陆是一个充满奇幻的世界 每个人都会拥有一个武魂 拥有武魂后的人类 就好像拥有了魔法 人的身份地位也跟武魂的魂环紧密相连 魂环越多而且颜色越深 那么这个人的实力就一定很强 别人就会更加的崇拜你 魂环的获得需要猎杀魂兽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魂兽的实力最高的连封号斗罗都无法对抗 弗兰德是史莱克的院长 他的武魂是一只猫鹰 78级的魂兽 实力非常强大 能够在空中飞翔 来去自如 在最新的剧情中 弗兰德院长和大师柳二龙夫复合体 使出了他们的武魂融合计 当他展现出他的魂环的时候 第七魂环的颜色非常的深 应该是一个三万年的魂环 原来弗兰德也是这么凶悍 观众看完都傻眼了 大家觉得弗兰德院长强了斗罗大陆 难怪弗兰德能当校长 看到他的第七魂环 那你傻眼了 斗罗大陆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 上映了一年的时间 这部作品的播放量 就已经超过了66亿 这个成绩非常的出色 就连已经连载很多年的优秀国曼 也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可谓是一部顶尖的国曼作品呢 斗罗大陆是一个充满奇幻的世界 每个人都会拥有一个武魂 拥有武魂后的人类 就好像拥有了魔法 人的身份地位也跟武魂的魂环紧密相连 魂环越多而且颜色越深 那么这个人的实力就一定很强 别人就会更加的崇拜你 魂环的获得需要猎杀魂兽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魂兽的实力最高的连封号斗罗都无法对抗 弗兰德是史莱克的院长 他的武魂是一只猫鹰 78级的魂圣 实力非常强大 能够在空中飞翔 来去自如 在最新的剧情中 弗兰德院长和大师柳二龙夫妇合体 使出了他们的武魂融合计 当他展现出他的魂环的时候 第七魂环的颜色非常的深 应该是一个三万年的魂环 原来弗兰德也是这么凶悍 观众看完都傻眼了 大家觉得弗兰德院长强吗 斗罗大陆 难怪弗兰德能当校长 看到他的第七魂环 那迷傻眼了 斗罗大陆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 上映了一年的时间 这部作品的播放量 就已经超过了66亿 这个成绩非常的出色 就连已经连载很多年的优秀国曼 也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可谓是一部顶尖的国曼作品呢 斗罗大陆是一个充满奇幻的世界 每个人都会拥有一个武魂 拥有武魂后的人类 就好像拥有了魔法 人的身份地位也跟武魂的魂环紧密相连 魂环越多而且颜色越深 那么这个人的实力就一定很强 别人就会更加的崇拜你 魂环的获得需要猎杀魂兽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魂兽的实力最高的连锋号斗罗都无法对抗 弗兰德是史莱克的院长 他的武魂是一只猫鹰 78级的魂兽 实力非常强大 能够在空中飞翔 来去自如 在最新的剧情中 弗兰德院长和大师柳二龙夫妇合体 使出了他们的武魂融合计 当他展现出他的魂环的时候 第七魂环的颜色非常的深 应该是一个三万年的魂环 原来弗兰德也是这么凶悍 观众看完都傻眼了 大家觉得弗兰德院长强了斗罗大陆 难怪弗兰德能当校长 看到他的第七魂环 那你傻眼了 斗罗大陆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 上映了一年的时间 这部作品的播放量就已经超过了66亿 这个成绩非常的出色 就连已经连载很多年的优秀国曼 也没有达到这个高度 可谓是一部顶尖的国曼作品呢 斗罗大陆是一个充满奇幻的世界 每个人都会拥有一个武魂 拥有武魂后的人类 就好像拥有了魔法 人的身份地位也跟武魂的魂环紧密相连 魂环越多而且颜色越深 那么这个人的实力就一定很强 别人就会更加的崇拜你 魂环的获得需要猎杀魂兽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魂兽的实力最高的连峰号斗罗都无法对抗 弗兰德是史莱克的院长 他的武魂是一只猫鹰 78级的魂圣 实力非常强大 能够在空中飞翔 来去自如 在最新的剧情中 弗兰德院长和大师柳二龙夫妇合体 使出了他们的武魂融合技 当他展现出他的魂环的时候 第七魂环的颜色非常的深 应该是一个三万年的魂环 原来弗兰德也是这么凶悍 观众看完都傻眼了 大家觉得弗兰德院长强吗